好這名穿著藍色上衣的男子全身大包小包 走到這一家手機行的時候 把身上的包包放了下來 背著一個背包要走到店裡去 店家表示 見名男子口齒不清 他趕快拿紙筆給他寫 結果他寫了119 趕緊扶他坐下來 幫他打119求救 救護車來了 消防隊員檢查他的身體狀況 男子表示他頭暈頭痛非常的不舒服 消防隊員檢查之後叫他送醫 事發在昨天傍晚5點多 地點是彰化園林 這名男子表示他沒有家人 目前已經在醫院 店家好心PO網 要替他協尋親友 手機行的招牌寫著急救站 不過是手機的急救站 卻也意外的 協助男子找119救護 好把時間交還給朋友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